自六十年代以来,工程师们一直在摆弄一种叫做旋转暴震发动机,Rotating Detonation Engine的酷炫喷气发动机,但这家伙一直没能从实验室走出来。 不过,目前这局面似乎要变了。 全球顶尖的喷气发动机大厂GE航空,最近宣布他们正在研发一个能用的旋转暴震发动机版本。 而另一家军工巨头RTX集团旗下的雷神公司,获得了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2900万美金拨款,研发Gambit旋转暴震发动机。 大家好,欢迎来到阿尔法科技频道,这是一个追踪前沿科技和新鲜趋势的频道,我是摩西。 这两个旋转暴震发动机项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导弹的性能,特别是在速度和射程方面。 通常,导弹使用的推进系统包括火箭发动机和传统喷气发动机,但这些系统都有性能上的限制。 火箭发动机的主要限制包括燃料效率较低,重量较大,以及只能在大气层外高效工作。 另一方面,传统喷气发动机的限制主要在于它们依赖大气中的氧气来燃烧燃料,限制了它们在高空和超音速速度下的性能。 此外,这些发动机通常在噪音和排放方面存在环境挑战。 旋转暴震发动机的设计旨在克服这些限制,使导弹能够以更高的速度和更远的距离飞行。 因此,如果G航空和雷神公司能成功开发并运行这些旋转暴震发动机, 它们不仅会提升军事导弹的性能,也有望在航空领域大放异彩, 甚至可能促进超音速航行的再次兴起。 简单说,旋转暴震发动机就是用一种受控暴震detonation来代替普通发动机的喷射火焰。 佛罗里达大学航空发动机专家艾哈迈德解释说, 一般的喷气发动机依赖氧气和燃料的燃烧,这是个亚音速燃烧过程,一般称为缓燃。 但暴震需要更高的出时温度和压力,燃料与氧化剂的混合比也需要精确的计算和实验来确定, 因此暴震的燃烧速度要超过音速。 所以,暴震可以产生强大的推力,而且燃烧效率更高。 常规喷气发动机的构造复杂,里头有很多零件。 旋转的叶片吸空气压缩它,然后和燃料在燃烧室里点火,产生的热气体迅速膨胀,从后面喷出去。 气体喷出的时候,顺便还推动一个涡轮,让整个过程继续下去。 而旋转暴震发动机呢,简单多了。 空气进入前面,被迫进入两个圆筒之间的空气。 这时候,燃料被泵进来,和空气中的氧气混合,然后暴震。 这就产生了一个旋转的超音速冲击波,沿着缝隙螺旋形的往后喷出去。 一旦开始,这个爆炸就能自己维持下去。 一些喷气发动机的变种,比如冲压发动机和脉冲喷气发动机,也能在没有那些复杂的压缩机和涡轮的情况下工作,但它们各有各的操作方式和局限。 冲压发动机主要依赖飞行速度来压缩进入的空气,适合于高速飞行,如超音速或高超音速飞行器。 它们在低速时效率不高,因此通常不用于起飞或低速飞行。 脉冲喷气发动机则通过周期性的点燃和排放燃料来产生推力。 结构简单,但效率较低,通常噪音大,多用于无人飞行器或实验性飞行器。 但旋转暴震发动机因为结构简单,体积小巧,造价低,燃油效率高。 这意味着导弹能飞得更快,通常速度能达到5倍音速,也就是5马赫,差不多6125公里每小时。 G1E的这款旋转暴震发动机被设计来和冲压发动机搭档,加速那些飞得比5马赫还快的超音速导弹。 长久以来,工程师们缺少制造旋转暴震发动机的工具。 但随着计算机建模、耐极端温度的鲜合金以及3D打印这种增彩制造技术的发展,情况开始转变。 2020年,艾哈迈德博士和他的团队甚至做出了一个实验性的火箭版本,用于太空任务发射。 要让飞机用旋转暴震发动机起飞,可能需要一些辅助系统,要有足够的空气被压入发动机里,才能开始暴震反应。 不过,混合动力发动机的使用经验表明这是可行的。 拿冷战时期的美国高空侦察机SR-71黑鸟来说,它就是用常规喷气发动机和加力燃烧器,Aft burner,达到超音速的。 基本上,就是把燃料蹦到发动机的排气口,制造更多推理。 当速度达到2马赫左右时,飞机前部进入的一部分空气会被直接送到后面的加力燃烧器燃烧,让黑鸟加速到3马赫以上。 所以,把旋转暴震发动机整合进常规喷气飞机应该也是行得通的。 旋转暴震发动机比喷气发动机中的加力燃烧器省油。 加力燃烧器虽然能显著增加飞机的推理,从而提高速度和爬升能力,但这种增加是以吸生燃油效率为代价的。 从噪音水平方面来比较,两者可能差不多。 这对军事用途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对民用飞机就是个挑战。 世界上第一架也是唯一一架商业超音速客机,协和号,因为运营成本高,噪音大,很多航线都不让它飞。 协和号在2003年推移后,有很多团队想造出替代品。 比如,科罗拉多的布公司就准备测试一个小型原型机。 如果一切顺利,他们打算造出一架能装80人,速度达到马赫1.7的需取号。 布公司声称,他们用的是特殊设计的进气口和排气喷嘴的常规喷气机,比协和号更经济,更安静,还不需要加力燃烧器。 应用最现代化的技术进行设计,旋转爆震发动机的噪音也许可以降低一些。 但处理超音速飞机拖后的音爆是另一个头疼的事情。 研究人员认为,音爆可以减轻,但无法完全消除。 通过改良飞机的机身和机翼,工程师们希望能减少音爆对地面的影响。 这项工作将帮助决定未来的超音速客机是否会像协和号那样,只能在海洋上空才能超音速飞行。 航空旅行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军事技术,但这些技术转移到民用领域通常需要很长时间。 喷气发动机最早在20世纪40年代的战斗机上出现,但直到50年代末,他们才真正开始在科技上大规模替代螺旋桨。 所以,那些希望把从纽约非伦敦的七小时亚音速之旅缩短到一个多小时的旅客们,可能还得再等个十年,甚至更久。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话题,欢迎订阅,点赞,转发和留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